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迄今为止欧盟针对美国不断升级的制裁举动 做出最为强硬的一次外交回应 欧盟委员会官员在回答有关问题时也表示 我们进行了非正式会议 欧盟成员国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入该会议的 对于美国的制裁 欧盟成员立场非常一致 而德国的态度则更加强硬 德国总理默克尔直接跑到俄罗斯以普京展开商谈 之后还一起开了记者会 而记者会中 默克尔指出 北溪二号项目是一个汇集欧洲大部分地区 极其重要的经济项目 并批评美国试图从中破坏 无论如何 项目都会被继续执行 在未来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这个项目 默克尔还重申了德国政府的立场 谴责美国制裁是错误的 他还说 德国和欧洲的每个人 都对天然气供应多样化感兴趣 我们也将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同时称 北溪二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项目 7月底 美国务卿蓬佩奥扬言 要进一步制裁那些帮助参加北溪二号的项目的公司 8月6日 包括克鲁兹 科顿在内的三名美国参议员 又威胁那些在德国穆克兰港运作的企业 声称说他们继续参与俄罗斯的天然气项目 将会面临毁灭性的制裁 在美国看来 俄罗斯是竞争对手 是潜在敌人 德国作为美国的盟友 不应该和俄罗斯展开合作 但实际上 美国自己在去年 向俄罗斯购买了不少油气资源产品 现在却要限制盟友 实在说不过去 更何况 不论是军费还是合作对象 都是德国主权之士 美国没有理由 也没有资格来插手 有德国官员透露 三周前 少数欧盟国家联合发起了这次的倡议 在过去两个周里 欧盟27个成员国里除了三个成员国外 级24个国家都同意这一倡议 该官员表示 美国方面对欧盟抗议国的数量感到惊讶 报道称 波兰驻欧盟代表处发言人 在一封邮件中证实 波兰是三个未加入抗议的国家之一 另据标准报称 波兰 爱沙尼亚等国家 最近公开表示站在美国一边 对于欧盟24国的联合抗议 美国驻德国大使馆在一封邮件中辩解说 美国并不想制裁欧洲企业 而是希望与欧盟展开合作 但俄罗斯在欧洲天然气市场的主导地位 让美国别无选择 美国驻德国大使馆还指责 俄罗斯试图利用能源在政治上分裂欧洲 破坏乌克兰经济 宣称美国必须采取行动 解决对我们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威胁 针对美国的制裁威胁 德国外交部国务部长安恩上周五直言 这令人发指 用制裁来威胁亲密伙伴和盟友 是不会起到作用的 欧洲的能源政策将由欧洲自己决定 而不是美国 其实早在六月底 奥利利的石油天然气集团主席赛类就曾呼吁 欧洲必须对美国对北溪二号的制裁 做出统一回应 反抗不应当只停在德国 而应该延伸到欧盟的水平上 欧洲必须表现出团结一致 做出统一的回应 建成后的北溪二号 项目将从俄罗斯 波罗的海岸一路延伸到自德国境内 预计俄罗斯每年可向德国输进 五百五十亿立方米 耗资近一百一十亿美元 可满足欧洲百分之十的天然气气球 路斗社称 这条管道计划将于2021年开始运营 管道途径的所有国家 俄罗斯 芬兰 瑞典 丹麦和德国 都已经批准了这个项目 管道目的地德国 更是在此项目投入了大量资金 然而 该项目却招致美国的强烈反对 其已先后多次阻挠该项目开展 去年美国政府还签署法案缴黄 北溪二号项目 并威胁给任何参与该项目的实体进行制裁 当时下的负责铺设管道的瑞士 河南公司立刻停工 而常年遭受美方制裁的俄罗斯并没有光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8月11日还表态 驳斥说 在采用单方面限制实施美国没有底线 美国毫不掩饰地追求一个目标 有能力和潜力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为所欲为 北溪二号项目的参与者相信该项目进行到底 据我所知 有理由认为该项目尽于近期完工 美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 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就开始疏远了 在早些时候 欧盟的首席外交官曾发布一部声明 谴责了美国的种种行为 特朗普将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用在欧盟各国 特朗普对盟友们加征关税 不顾反对退出巴黎 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等多边协议 尤其是针对德国 两国的关系一度跌入谷底 特朗普不禁商量 就撤掉德国的驻军1.2万名 特朗普上台之后 频频对盟友下手 之前有专家就美国的对外关系分析称 美国能否维护自己的全球霸主地位 和盟友的亲密关系是分不开的 特朗普上台之后 将这些盟友都当作了竞争对手 使自己在欧盟的处境越发尴尬 美国一些政客称中国和俄罗斯 有意干预美国大选 这是彻彻底底毫无根据的谎言 如果真要说谁想干预美国大选 欧盟可能才是最有可能的 毕竟特朗普上台之后 没少跟他们添堵 2016年美国大选时 特朗普大喊美国优先的口号 试图赢得民众的好感和支持 这句话听得很隔影 这可是特朗普疏远欧盟的 第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 特朗普还在全球强力地推动 美国优先 甚至不惜与盟国进行贸易战 公然对全球进化进程进行破坏 欧盟对此也是身表不满 很早以前 欧盟很多国家领导人 就已经将他们希望寄托于 下一次大选上 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 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而美国 生我心我素的所谓 美国优先理念 这对全球抗灾救灾的大局 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同时也影响到 世界经济合作的大局 欧盟对白宫的不满 很可能已经由来已久 而且随着特朗普的各种操作 还会加剧不满情绪的产生 美国用其全球霸主的地位 在国际舞台上滥用制裁 已经引起了很多国家的不满 这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目前已经有迹象表明 美国滥用制裁的后果 已经显现出来 每年例行的机器会议 是再一次推迟再推辞 原因就是欧洲主要大国 与美国的分歧严重 借口是疫情所迫 而实际上是在表达 对白宫的强烈不满 实际上就是根本 不想与特朗普见面 见面非但没有意义 反而会惹一肚子气 虽然疫情危机严重 但也真是因为有严重的危机 机器首脑 一起商讨化解严重危机 才更有迫切的和必要性 拒绝参加 自然就是对待特朗普不满 这是直接打特朗普的脸 最新的消息是 白宫宣布及其会议 推迟到美国大选后召开 对此 德媒的解读就是白宫的无奈 目前 欧盟正在与中国等30多个国家 力推WTO仲裁机制新方案 以替代受到美国阻挠 破坏的仲裁机构 白宫发动贸易战 本身就是对WTO的最大破坏 而近年来 美国一直阻挠破坏WTO 未来总裁人选 和仲裁法官人选 这使得WTO仲裁机构 已经是民存实亡 美国想在WTO里 推美国优先 想在WTO中一手遮天 既然无法面对 美国的正面破坏 那就采取绕过美国的战略策略 建立新机构 暂时保持一部分正常运转 建立这一新机制 不是想弱化或废掉WTO 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计 正像没有中国的WTO 不是一个完整的经贸体系一样 没有美国更是如此 这么做实际上是给白宫施压 也可以说是在坐等白宫主人的改变 同样 此举也是对待特朗普 对外政策的严重打击 就是让特朗普丢分丢分 特朗普上台之后的各种操作 已经对别的国家的利益造成了损失 疏远了与欧盟国家之间的关系 还破坏了美国的国家形象 这都是特朗普政府滥用制裁的后果 世界舞台不是美国一家独大 消极的外交政策 已经使美国陷入了尴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